哈喽大家好,我是米丁呀 多来梦恋爱了 遇到漂亮的小咪后 坠入情网,难以自拔 懒懒的天空 香香的铜锣烧 好开心哦 小多拉边走边唱 突然眼发亮,脸发烫 铜锣烧掉在了地上 大熊入神的听着小多拉讲着 原来是小多拉对漂亮的小咪一见钟情 害得小多拉得了相思病 铜锣烧也吃不下了 大熊趁机吃掉了另一份铜锣烧 看着小多拉魂不守舍的样子 大熊就鼓励她去和小咪表白 小多拉羞红了脸 人家可不是大脸猫 怎么好意思去表白呢 那好吧 看在你总是帮我的份上 我替你去做媒吧 小多拉立马来精神了 路上小多拉巴拉巴拉 说了一大堆感激大熊的话 大熊骄傲的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说话间小多拉发现了小咪 原来小咪就是一个玩具猫 看着大熊一脸的不屑 小多拉真是急了 玩具猫咋了 俺不也是机器猫吗 大熊一时雨塞 那你自己搞定好了 转身就走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一定要表白 你丑没关系 万一他瞎呢 小多拉一想 好歹我也是个老爷们 对着小咪就是一顿脸红脖子粗的表白 看着小咪也不说话 就按动手持开关 小咪动了起来 还能喵喵的叫 暗中观察的大熊 看着小多拉也是一脸的无奈 小多拉正要开心的带着小咪去约会 这时小咪的主人找来 无论小多拉怎么表达对小咪的爱 可最后人家还是带走了小咪 小多拉下定决心 绝不放弃爱情 第二天 带着礼物正式到岳父家提亲 一顿自我介绍 坑枪有力的表白 搞得对方一头污水 这时门外传来小咪的叫声 小多拉一听 脸红心跳腿抽筋 以特别的告白方式来到了小咪身边 岳父一看这是谁家的渣帽 瞎胡闹 把大熊叫来了 看到小多拉正在要求岳父把小咪嫁给他 保证爱小咪 让小咪幸福 任凭大熊怎么拽就是不走 耍起了臭无奈 这时小舅子哭着说 小咪被人抢走了 小多拉一听 英雄救美的时刻到了 和大狗子搏斗在了一起 紧紧地把小咪护在身下 任凭大狗子撕咬 这一幕也深深感动了岳父 狗子被及时赶来的主人带走 看着小多拉心疼小咪的样子 岳父终于答应把小咪送给小多拉 小多拉泪流满面 感谢着岳父 承诺将来会给他们养老送终 夕阳西下 小多拉幸福地和小咪约着会 充顶着婚礼的幸福时刻 教堂里 小多拉终于和心爱的小咪 结为合法夫妻 在米利尔和大家的祝福声中 回到了现实 放学的大雄进门一看 小多拉正给小咪吃了铜锣烧 大雄笑话小多拉 玩具猫怎么能吃东西呢 可是话还没说完 惊奇地发现 小咪真的在吃 原来是小多拉给小咪 装上了自动饮食装置 现在是我的新婚生活 咋能不一起吃饭呢 随后小多拉又给小咪增加了好多功能 再看小咪居然真的站了起来 并且开口说话了 小多拉赶紧介绍起来 俺就是你的新郎 话一出口 修得不要不要的 小咪满脸惊异 随后大笑 告诉小多拉 他是个男的 小多拉当时就梦圈了 美丽的爱情梦想瞬间破灭 跌入深渊 小咪却开心到报 感谢大哥 白白你累 说完就跑掉了 大雄劝慰着小多拉 那天哭吧 哭吧 哭吧 我赎罪 常常破灭依旧眼泪的滋味